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十几二十年之前 移民外国的原因 可能都是不太喜欢那里的生活 很想有些改变 所以就移民外国 但到了今天 可能绝大多数的原因 是因为对未来的绝望 所以好像没得选择的情况下 才来到出国 其实内心那种无奈失望 或者愤怒的心情 其实我自己都不能够好好理解 不过移民外国 是不是永远都好像王后面看呢 还是我们可以看见一个有目标的方向 可以来到向前走呢 最近记忆起周星馳一辑的电影 叫做《武藏元素黑衣》 在讲到最后一幕 给我自己一个很深刻的反思 当时那个做皇帝 这样问一个好好武功的周星馳 他这样说 丐帮提支几千万 你一日不解散 叫我怎样安心 一群丐帮那么有实力 加上有那么好打的周星馳 当然会很容易来到造反 所以这个皇帝唯一想到 就是怎么用手段来收拾他 但当时周星馳这样说 丐帮有多少黑衣 不是由我决定 是由你决定 我 如果你真的英明神武 令到国泰民安 找鬼有空做黑衣 是由你决定 其实我们看完一定会有些会心微笑 问题永远不是其他人 是我们自己 若可能对人的爱心多些 关怀多些 聆听人多些 感受市民的生活 是多么水深火热的时候 其实有头发 谁想做垃圾呢 有好的生活 谁真是有空去想 真是想来移民呢 对吧 让我想起耶稣一段的说话 这样说 路加坊十章二十七 节这样说 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 爱主你的神 又要爱轮舍 如同爱自己 其实反省别人 先要反省自己 所以我真是想指到 其实问题永远是 人家不好人家的错 很多事情 其实都可能要先从自己去做起 如果我学会先爱主耶稣 认识自己是被爱的 和无条件被爱的充满呢 那可能我才懂得爱其他人 懂得爱周围的人 去学会去爱别人等等 无论是怎样 都不会犯了一件事 就是人家的错永远行先 即是不会跌入了那种 冤冤相报何事了 那种困局的 而来到外国移民 其实比我自己一个 很深层次多些的反思 就是我觉得自己要先 学会第一步的 就学习主耶稣自己所说 好好地去爱自己 去爱身边的人 去爱周围的人 即是预备好自己 能够迎接一个更大的挑战 多谢你收看今天的频道 如果你可以的 都subscribe我们 亦都给个like我们 我们真是很需要你的支持 做一次多谢你